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的 今天是久違的月光時間 近期因為台韓國際版的更新進度都不入此緩期 可能原廠也想不出更多內容 加上台韓進度十分接近 好像我也不太需要另外介紹 那就來趕緊看看這次韓版的Book 4.2 有什麼值得關注的部分吧 被動高級技能 一拖菜拖 終於丟出來的更新啊 這邊我整理各職業被動升級數值 有需要的請暫停查看 說明欄我也會放韓版被動相關連結 請自行參考 升級素材要透過提高NPC好感度後購買 跟高級技能大同小異 這邊就不多做介紹了 另外整合一個中級9跟高級9的差異表給各位參考 各位可以自行安排先後順序去提升 再來是新增更多夥伴 慕名所以的大量白綠夥伴 是想要更多人抽到退坑嗎 這一波操作我也不是很明白 以及每一次更新必備的定番造型 這次一樣沒缺席 兔子造型蠻可愛的 是韓版這次的中秋活動 台版如果我們意外應該也會有 啊!這次的服飾還特別有GIF展示 真是超絕進化 其他還有各種系統的修正跟33項Bug更新 特別提一下8月31的更新先行情報中 有提到後續的更新計畫 9月份預計將推出PC版 這部分應該是會聯動手機版 官方終於發現這款遊戲 根本不是實質意義上的手遊 又耗電又吃效能 基本又長期掛網玩 能跳過運作效益差的模擬器 確實是不錯的改動 10月份預計將推出二轉 以及傳奇夥伴 二轉部分因為有一直拖延再拖延的前車之鍵 所以我個人是不抱太大期待 倒是這個傳奇夥伴 沒意外的話應該會先出來 畢竟課金項目是大於體驗項目的 本次更新力度不高 像是勉強丟一個來湊合的感覺 最後不得不說 目前月光遊戲的觀看觀眾真的越來越少 花的時間最多但成效卻最差 雖然頻道本身只是做興趣的 但比起來 做其他遊戲的介紹相對十分不費力 觀看數都比這系列高 所以各位希望這系列能繼續長存 就記得多看一下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冰的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感谢观看